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位高 收入也高 什么都很优秀 但是很抱歉 乐眉只爱我一个人 别说我威胁他 就算我天天打他 他还是离开我 这一招 你这辈子都学不会 打 来啊 我告诉你 楚晓辉 今天你只要敢逗我一笑 我一定双倍回报你 来 书晓辉 你是楚晓华的儿子 在事业上无论你怎么打击我 我都拿你没办法 我也认了 但是对不起 在情感方面 乐眉这辈子永远是我 你这辈子永远得不到的 陆风 你别得意得太早了 总有一天 我会让乐眉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是吗 这个事吧 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啊 踏踏实实的 等着我跟乐眉的好消息 饭 你不想到你会突然约我 吃饭了吗 这附近有家很不错的餐厅 不用了 我不饿 那我们去喝咖啡好吗 不用了 你可不可以借我三千万 三千万 你怎么会一下需要这么多钱 我知道 这个要求真的很唐突 可是这个是救命钱 请你一定要帮我 救命钱 救谁的命 我 我明白了 楚真华对天成集团 这个巨大的资金黑洞 成天都在叫苦 是不是陆锋叫你替他来接行 不 不是 是我自己的事情 可是真的很紧急 具体原因很抱歉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但是请看在 我们还是朋友的份上 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乐眉 不是我不帮你 我是不希望你被别人利用 陆锋他 耀辉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可是有很多事情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跟你解释 我只希望 你能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其余的什么都不要问 如果你肯帮我 我会很感激你的 好 我不会问 不管是不是因为陆锋 我都不会问 因为我希望你这么做 陆锋会感动 他可以体会到你的真心和付出 以后好好对你 如果真的能够这样 就算让我付出一切我也甘愿 Telephone 据你 可是你对我这么好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报答你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报答你 热闺 我对你就一个要求 请你再慎重考虑和陆锋的婚事 姚辉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衷 不要跟我爸还有我哥一样 去干涉我的婚姻 我不会干涉你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会等你 哪怕你永远都不再回头了 我就在这儿 如果你想到了我 我不会让你找不到我 姚辉 你谁啊 你谁啊 勒梅 勒梅 你跟在陆峰身边 我会得到幸福的 只有我 只有我才能给你幸福 神经病 犬鬼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只是怪我自己 我也是没有做楚家的人 请你不要放开你的手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没有我 但是自从你给我胸牌以后 我就再也不会忘记你 一辈子都忘不掉 你是不是很爱那个女孩子 哈喽 哈喽 孤 admin 儿梅 哪 爱 啊 啊 楚耀辉 喂 你让我什么样 你别问我是谁好不好 我不知道身边这个男人 到底是不是你们老板 他现在没办法接你电话了 你最好赶快过来 我正要报警告他闯入我的房间呢 没完没了说一堆乱七八糟的话 我的房间号是8606 记住了吗8606 你最好不要让我等太久啊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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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好意思啊 我替我老板向你道歉 他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事情还心多 他睡在我沙发上 你让我今晚怎么睡 那我马上把他扶走 另外您住的这个房间 所有的账都送我们的 好不好 谢谢 老板 来 老板 跟我回去 回去 我们回去 你老板是不是失恋了 他好像心情特别不好的样子 他 结果 不好意思 来 来 小心 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我真是太失礼了 所以今天特意让我的助理把你醒来 当面向你道歉 是有一些失礼 不过我没放在心上 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戒酒消愁 也是人之常情吗 你是美国路易斯集团亚洲区总裁 看来昨天我什么都跟你交代了 没有什么都交代 只不过我看你喝醉了 就想找找你身上有没有证明你身份的东西 然后就找到名片了 好 是这样 我这次回来呢 其实是代表公司回国内 寻找新的投资目标的 太巧了 我父亲也是 找个机会 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好啊 没问题 他们家的菜还不错 尝尝吧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乔安 乔安 好名字 来 老板 刚刚得到消息 周扬已经回来了 周扬已经回国了 对 有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没有 我让他们继续查 有消息马上会通知我们的 周扬 只要你还活着 就一定能找到你 我这次回来 这一切呢 姚辉 请进 请进 就拜托你了啊 再打电话 再打电话 爹地 我给你介绍一下 爹地 爹地 这是楚耀辉 耀辉 这是我爹地 你好伯父 我是楚耀辉 乔安的朋友 你就是楚耀辉啊 你看看 一表人才啊 请坐 请坐 耀辉 我爹地 这次来国内投资 所以想请教你这位 美国财经高手 过奖了 那么伯父 这次打算投资的规模是 我准备啊 从我们大洋集团 欧洲分公司 掉一亿美金 回国来投资 您说的是 英国的大洋集团吗 没想到你知道的 还真不少啊 伯父的大洋集团 在英国市场的崛起 和称霸的过程 我在美国早就听说了 我也听说 你可是华尔街 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我想问你 你这次回来 也是来国内投资吗 我是代表我们总公司 回国寻找投资目标的 帝克 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吧 其实这次回来 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 哦 那我能冒昧地问一句 是什么私事吗 我 回来顺便看看我妈 巧了 我这次回来啊 也是想来看看我女儿 爹地 没想到你们俩一见如故 像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一样 看你说的 你的朋友 不就是爸爸的朋友吗 你看我们 相见恨婉 好好聊一聊 好 怎么样 他答应要来了吗 对付这种傻瓜 就要像斗牛一样 在他面前晃晃红布 他就一定安耐不住 围着我们团团转 洛先生 来得可真快 感谢观看